当你的内分泌 它的这个过于这个亢奋 它也会显现燥热 如果整个都比较降低下来就是寒凉 最好一个人就是比较自我调试好 比较接近中性 那你怎么知道 你神经免疫内分泌调的好不好 各位如果外面很冷 但是你身体自我调试的好 它觉得没有那么冷 就表示你调试力好 外面很热 你不觉得那么热 像我常常这个出门以前 我就要问我太太说 今天你觉得天气热还是很冷 她觉得我麻木不仁 但是我太太没有小吻 她不知道我神经免疫内分泌调的好 所以热不会觉得那么热 冷不会觉得那么冷 你看有的人这个体质 他随便吃一个人参 他就照热的不得了 他蔬菜水果多吃一点 他就会拉肚子 各位我都不会我百毒不清 这个什么蜡热灶热什么东西 我都搞定 因为自己调制 各位虽然这个是遗传控制的 那么但是后天环境可以补强 例如你有适当的运动 你有做一些经络锻炼 炼气 神经免疫内分泌会调的比较好 另外你的吃喝拉沙睡要好 这个网络的调试我们最怕怎么样呢 一下子冷一下子热 最怕压力很大 那么这个人体呢 他最先会自律神经会失调 免疫失调 内分泌失调 这时候你可能有 有一种那种疲倦倦怠的感觉 那你功能失调 如果你调试的好就OK 各位调试的不好 他可能觉得有过劳 可能有身心疾病 甚至一个压力大他会猝死 我简单跟各位讲这一个架构 这个架构非常重要 因为我没有看到第二个医生 在讲这个网络 这个网络非常重要 他是以神经为主导 神经会影响免疫系统 跟内分泌系统 内分泌也会影响神经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影响神经内分泌 您看我画了这个双键号 因为医学的问题 就受到基因的控制 第二个就环境的影响 那如果你的基因天生 就很燥热的体质 那我只好靠环境来补强 例如你体质很燥热 你就不要吃很多高热量 高能量油炸的燥热的 不要吃人参那种大补的 那你会更糟 我现在就简单的把这个 中医讲的这个 跟我们西医的结合在一起 西医比较复杂 但是这个方向是一样的 各位你最先你有压力 您可能会功能失调 你有疲倦感疲惫感 你反应会迟钝 动作灵活性协调性降低 工作容易出差错 主观上有一些疲倦 倦怠法力的感觉 那么如果你的疲劳得不到疏解 久了以后会进入到过劳 过劳就是过度的疲劳 那么过劳的时候 它的生理功能 各方面的失调杂乱会更明显 这个时候你更需要休息 疲劳就告诉你说 你已经消耗过多了 你需要休息 需要储备能量 各位我们身体 很多的新陈代谢 很多的细胞的破损要修补 常常利用睡觉的时候 因为睡觉的时候 有一些这个生长的基数 它会增加20倍以上 赶快利用睡觉的时候 好好修补 你看那个小婴儿有没有 非常小的小婴儿 要睡得很长 这个对它成长 对它这个修补 对它身体成长 新陈代谢非常的重要 各位你到过劳的时候 就很累了 好像说你长期有压力 工作紧张 超负荷作业 就会发生过劳 那么过劳你休息不够 睡眠不足 有时候你过量的饮酒 抽烟 或者是滥用兴奋性的药物 也就会造成这个过劳 现在这个社会上 用一些兴奋性的药物 甚至毒品越来越多 其实这个不是好事情 各位你过劳的时候 你会有下意识的疲倦感 疲惫感 觉得很累 睡个觉也不行 喝个茶 喝个咖啡也不行